现在我只要一闭眼 满脑子都是那个男人跟他抱在一起的画面 我没有 当时真的只是和我都 你怎么没有 我真的没有 你现在还在狡辩 你装什么装 我没装 我告诉你 我当时看得很清楚了 我也只在乎你 你在乎我 你在乎我会做那种事吗 你都跟他抱在一起了 都亲在一起了 真的没有 你还说没有 你别再狡辩了好不好 我告诉你 就算你整一百遍容 我都不会看错 这样的情况多吗 还是只有那一次 那次我也是 我是听到我同事说 就看到他跟一个男的 在酒吧里面喝酒 他好像喝多了 然后我不放心 我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 我刚开车到酒吧门口停上 就看到他跟那个男的抱在一起 我当时很生气 我冲上去就把那个男的打了一顿 不是我关键是我关心 你把他打了一顿之后 那个男的什么反应 他是跟你对质的说 我就是爱他 我就是习惯他 还是跟你解释 我们俩真的没什么 他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那男的可能也喝多了 你打完了之后 你就走了 他们俩还在一块 我打完以后 我就带上他走了 我就把他拉走了 说实在的 你是不太在乎他的容貌的是吗 自从我认识他开始 我就感觉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而且他有自己的梦想 他一直都在为着他自己的梦想 去努力 去奋斗 我当时在难过的时候 他也会过来安慰我 我就感觉他就是我要寻 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女孩 那整完之后 刚刚出来拆掉纱布 面对镜子的时候 你内心看到他新的样子 是有陌生感 喜悦感 还是别的感觉 我当时的确也会开心 也会感觉很陌生 因为他整容以后 整个人都变了 怎么变了 自从整容以后 他就慢慢地开始忙起来 这个我也能理解 但是你用不着 每天都喝得那么醉吧 而且有时候还 我只是为了多接客户 都证明自己 我没有夜不归宿 我知道你证明 但是你没有必要 我没有夜不归宿 我只是回来比较晚 你没有必要这样去盲目伤害自己吧 喝那么多 晚上回来又那么醋 那你今天来是干的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他说清楚 我希望他不要再纠缠我 我们分手吧 他真的只是我的客户 你客户 你就可以这样抱在一起 客户就可以这样 这样揉揉包包 轻轻握握握的 给你去 Five Generation 给你一下 你不够的 我听上去没有 我你听上去 你不够的 我听上去